国内多地遭烟霾来袭 空气质量不理想 节日今天中午的12点 全国有1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100点 达到不健康水平 巴生谷和森美兰一带的空气质量最差 环境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显示 胶赖和森美兰乳来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 达到163点 森美兰芙蓉紧随其后157点 另外雪兰鹅、沙亚南和万金 都排在空气质量最差的首5个地区内 其他空气污染指数突破150点 不健康水平的地区 就包括了吉隆坡、巴都木达 布城、森美兰、波德森 马六甲、五金南梅和雪州、佐汉斯底亚 患有灰溪道疾病的民众受处多加留意 减少户外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